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把握周末时间持续拼选战 下午的行程是来到了彰化县 在参拜完大春慈悦寺之后 他特别停下来受访 就是针对他的选战对手侯友宜提出来说 认为台南人没长眼睛 晚上来听赖清德的最新受访 侯市长应该为昨天晚上的失言 向台南市民道歉 因为台南市民要选出谁来当市长 这个是台南市民的权利 侯市长不可以说国民党的候选人没有当选 就批评台南市民不长眼睛 这完全没有民主的精神 侯市长的这一段话也正足以说明 国民党真的没有民主自由的DNA 第二个 如果侯市长否认他曾经没有讲过 那他可以现在就可以表明 他知不支持九二共识 国民党的马英九 国民党的朱立伦 整个国民党都支持九二共识 以九二共识来进行跟中国的合作交流 那怎么他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怎么否认说他没有讲过 好那他可以站出来讲一遍 他到底知不支持 清楚跟国人说明 针对侯友宜的说法 说台南人的选举结果都是没长眼睛 曾经当过台南市长的赖兴德这口气 当然吞不下去 马上站出来反驳 更以此来反批说 国民党果然没有民主自由的DNA 另外呢也针对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赖兴德也呼吁侯友宜说 应该站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到底知不支持九二共识 应该给选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即十五分之指